請問早安 部長早 部長今天內政委員會 有提到說部長還具有雙重國籍 這個部長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是不正確的 內政部大概不會這麼說吧 他們內政委員會的報告 就是有國外居留權 有兩位 一位是馮明珠 一位是榮胤台 這個是不是正確 目前不具有才是正確的 目前不具有 那現在早上內政委員會 可能就沒有查清楚 你要去查一下 因為內政委員會講到說 具有國外永久居留權 沒有 那個許委員 同仁說內政委員會的是說 目前均不具有 是這麼說的 目前均不具有 所以確定就是農部長已經放棄了 是的 就是你在2012 2月4號的時候 有那時候要接文件會主委 那時候你有公開說 你要放棄香港的居留權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有確實放棄了 有說到做到 那還表現得不錯 難怪你在內閣 現在的調查算是第一名 現在內閣的 台灣指標公司所做的民調 我們農部長是24.6%是第一名 我想總是可以段落嘛 那前一陣子我們部長也曾經提過說 你希望說文化部長下一任可以當八年 那才能夠文化的政策一貫 那至少你已經做了兩 文化部兩週年 已經做了快四年了吧 兩年 包括文件會 兩年啦 兩年三個月 包括文件會呢 包括文件會兩年三個月 兩年三個月 那你覺得自己打一下分數嗎 我自己不會打分數 我只能說我盡心盡力 盡心盡力 打太高也不好意思 打太低好像也不好意思 我給我們同仁打100分 給同仁打100分 部長這樣子講話 有失客觀 這個打100分 這句話不要亂講 努力的程度好不好 講出去會被人家笑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你覺得下一任的任期 要當八年 最主要的原因 你覺得文化部長怎麼當 因為文化政策 真的是需要不斷不斷的持續的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有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文化部長 身為文化部長 敢不敢很忠性的說 台灣有統一的族群 希望統一的族群 台灣有希望獨立的族群 台灣也有希望維持現狀的族群 比如說我們的課綱 下一步現在課綱講得沸沸揚揚 事實上課綱 讓本土族群 看起來就說太偏統一 那如果說課綱 可以很中性的寫 有獨立的角度 有統一的角度 有維持現狀的角度 我想課綱不至於有這麼大的爭議 如果身為文化部長的你 你覺得 你當教育部長也好 或者是你當一個台灣 中華民國的政務官也好 你覺得 教育部這樣子的定的課綱 你覺得滿意嗎 許委員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他定課綱的整個的流程 跟他的細節的問題 不是我說 那我們看結果嘛 結果這樣子的課綱 你身為一個文化部長 你來看台灣的 教育下一代的課綱 你覺得這樣子你滿意嗎 我就是沒有去研究 他這個課綱的前後後後的問題 我如果現在回答的話 其實挺不負責任 我沒有去研究他這個問題 你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的一份子 但抱歉我忙文化部的所有的問題 都已經不得了 那個部長你應該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課綱的問題我沒有去研究 你應該要去了解一下 其實我跟部長建議 其實不管哪個政務官 我覺得政務官你要做到行政中立 你要做到客觀中性 你就有機會當八年 如果你今天政務官 不管是當 我說的不見的是你 但是你說的希望下一任 希望我們所有的政務官 他能夠有一個比較長期的眼光 那也就是說從你這句話 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不管哪個政黨 你自己說的 那個國內的部長一任四年 受到政黨選舉影響 這是你說的對不對 有時政策無法延續 相當可惜 我誠懇希望在我之後的文化部長 能夠一任八年 雖然現實上很難達成 所以你看 你會講這個四年跟八年的差別 主要的還是政黨跟政策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的文化部長 我們的教育部長 我們的所有的政務官 如果能夠比較中性的 去看兩個不一樣的思想 我覺得你就有可能做八年了 說不定如果現在 我們的農部長開始 也尊重台獨的文化 本土的文化 那也尊重統一的思想 也尊重維持現狀的人民的觀感 你都用這樣子很客觀中立的角度 我覺得這才是中華民國的政務官 所以針對這個課綱的問題 事實上這應該是問教育部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教育部長 在這個課綱的部分 他倒是失去的這個政務官 很中立的角度 所以我才想說 我們文化部長 你身為文化部 文化統括一切 那你身為我們人民的一份子 不僅要用你部長的身份 但是你事實上 是不是可以去 慢慢的去接受 這樣子一個 兩個不一樣的思想 同時存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這叫多元文化 你要我回答是嗎 對啊 我說你可不可以接受啊 可不可以接受啊 好 第一個許委員 真抱歉 我真的是對課綱 我沒有研究 所以我真的不應該答覆 但是對於反正是毒跟銅 它其實在我來看 都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國民 從最左邊的光 一直那個光譜上 從政治一種立場 到相反的另外一種立場 就文化而言 它們全部都是我們扶植 跟服務的對象 在文化部的眼中 沒有這個統或毒的事情 所以文化部是 兩個都可以接受 理念上跟歷史的情感上 我們當然都希望說 我們的2300萬人 大家互相尊重 對方的理念 跟對方的歷史情感 所以我說的 不管是統的思想 或毒的思想 在台灣都是存在嘛 對 所以文化部的角度 應該通通尊重嘛 對不對 我們 對我們沒有差別 好 我應該建議馬總統 要把你凋起 當教育部長 我不要 好 好 再來啦 這個 部長 這個也是文化部的新聞稿 他說 台灣的熟義 有一句話叫南翁爺 中媽祖 龍力三位 小媽祖四位翁爺 這什麼 我不知道 什麼新聞稿 這文化部寫的 有哪一位 有哪一位同事 五月 五月十四 文資局的嗎 文資局的 局長在 局長 這幾位是誰說的 龍力三位 小媽祖四位 王爺 牙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牙齒的牙 上一個錯字邊 牙麻祖 寫錯字了是不是 我會說因為我們麻祖 你要把它尊重好 不可以說小麻祖 所以民間的信用 民間的信用 我們要用得到 那我們文化部 文化部 我們三年一千億 一千萬 三年一千萬 事實上 這樣子對民間信仰 你說的泥土話 是不夠的 王爺 其實分很多種 你部長昨天去南昆森 戴天府 所以這個部分 我應該給部長拍個手 至少 部長已經走進去 台灣的泥土話 我們本土的文化 南昆森戴天府 百幾個王爺你知道嗎 五個 五個王爺 選什麼你知道嗎 五個 第一位是 大王爺是李大亮 第二位二王爺是 池夢彪 第三位姓吳 第四位姓朱 第五位姓范 這五位之中 有一位沒有鬍子 有一位臉是黑的 好 這個要拍個手 這個對我們本土文化 有這樣子的 記住 表示部長有重視 那你說四位 王爺生 南昆森 最老的就是四位嗎 是的 他一共有四期 一年四期 但是四月二十六號 是李王爺的生日 四月二十七號 是另外有我王爺的生日 所以四月非常熱鬧 在四月六月九月十二月 所以我們 農部長這一次不錯 真的是有做功課 我們李王跟環王爺算 三次差一天 那其實南昆森最老的 應該是六月十八 在王爺生 你們可以再去問得更清楚 那今天還有時間 那我想其實主要的 我是希望說 我們既然有誠意要研究 我們的廟宇的文化 我們台灣的本土文化 我希望說 這邊給文化部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 三年一千萬 真的是太少 你知道夢想家 活動花多少錢嗎 許偉 我們可以得到您的幫助 為我們爭取更多更多的預算 那當然這個是文化部要先 文化部編出來 我們一定會爭取的 對 送到這裡來 我們一定會支持的 就不要刪了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 內部文化部的重視的程度 第一個就是翁牙 第二個按媽祖來 媽祖是不是要變 你說變預算給媽祖嗎 不是啦 媽祖不會花錢 不是 媽祖的文化 媽祖的文化 是不是應該也要去研究 我個人去研究是不是 不是啦 文化部正是你三年一千萬 是要研究王爺的文化 不是 我們不是只是研究王爺 我們是對於重要民俗的尊重 就是重要民俗 所以通通包括在這裡面 對 對 就是三年一千萬 這樣更少 重要 對 因為我們文化部的預算 本來就很少 我們修古蹟的錢都不夠 信仰都總共是一千萬 那個趕快再多邊一點 是的 我覺得台灣本土文化 我舉個例子 夢想家就花了兩億多了 對不對 我們的陳碧涵 趙偉 在教育部推動一個美感 教育 你知道多少錢嗎 五年四十億 對 教育部的資源比我們多 五年四十億 我們文化部的宗教信仰 道教信仰 包括馬祖 官聖帝君 官人媽 王爺公 三年多少 十千萬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是天壤之別 不過民間信仰他們自己的力量很大 資源也很厚 但是你國家 國家總是要把重要資產 做一個有系統的整理 所以在這個部分 今天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講太多 就是我具體的建議就是第一個 三年一千萬 這個太少 希望文化部 再重新評估一下 那第二個呢 就是 翁牙 國分台灣跟蘋果差很多 木雕神像跟紫雕神像差很多 這個要再去研究一下 然後光是翁牙 光是翁牙就是 現在文化部的立場是講三個 南昆辛 西港 慶安宮 跟東港 東南宮 那基本上其實在 已經有的民署的 在研究的 其實翁牙 它還有六大系統 還有三個 這個細節我們 那個局長有問題 再到我辦公室聊 那原則上就是說 不過要讓市長 部長知道我們民間在拜拜是在拜三 不然你三年變一千萬 是想要救他 所以這個都是民間相當重要的信仰 光是拜翁牙就台灣 可能三四百萬 我拜媽祖會超過一千萬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那個部長在這個部分 可以再多加強 是 好 謝謝 謝謝